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万里桥桥主播新闻 我是坎桥国小同学黄逸峰 又到了万里蟹季节 归后于傅市集在整庄后 以展新面貌登场 市长朱立伦与贵宾们一起剪裁 也宣告于傅市集正式装上阵 特别制作一支万里蟹纪录片 要让民众们更加体会到 北海岸女民的辛劳 新北市长朱立伦站在邦城后面 虫党拍卖官卖起万里蟹 民众与市员一同竞标 这十斤又大又肥的花蟹 最后由11元廖正良 以一万两千元得标 另外归后于傅市集 也在今天整庄后 以崭新的样貌来与民众见面 由市长朱立伦主持剪裁仪式 宣告归后于傅市集新装上市 也宣告螃蟹季正式开始 万里蟹成为品质的保证 创造的产值 从八年前每一年的三亿 现在已经提升到十五亿 这个品牌的故事已经成为 我们所有万里人 所有北海岸渔民的骄傲 那我们希望它能够永续下去 那当然也希望透过 这样一个新的渔夫市集 让更多观光客 对我们新北市 对台湾留下更好的美好印象 不仅是渔夫市集已崭新的面貌登场 现场还举办了三只螃蟹 只要一百元的优惠活动 不少民众都慕名而来 要来抢便宜 而抢到螃蟹的民众也开心表示 每年螃蟹季都一定会来到产地 现地品尝现捞海蟹的鲜甜 想来买万里蟹 今天有促销什么 是啊 今天万里蟹比较便宜 对啊 对啊 好吃啊 难得有这个机会 过来逛一逛 这个纪录片就是属于 我们所有北海岸渔民的纪录片 让大家看到这些渔民 辛苦的努力的过程 也看到我们怎么样 透过万里蟹来改造 整个这个北海岸 让整个的品牌的建立 包括渔夫市集的改造 包括永续的经营 这些都是很棒的故事 希望大家多多来欣赏 新北市长朱一伦表示 万里蟹品牌成立以来 渐渐打开知名度 除了要协助渔民行销 更将万里蟹拍成了一部纪录片 除了让大家知道万里蟹品牌的建立过程 渔民补蟹心情 还有渔夫市集的改造历程 也期待透过纪录片 可以让民众认识北海岸的万里蟹 让万里蟹可以永续下去 记者热片 万里采访报道 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万里蟹主播新闻 我是坎晓国小同学黄一轩 颠覆技职教育给人的刻板印象 国际技能发展协会 在市长助力人的见证之下 与大鹏国小签订合作意向书 透过多元的技能 翻转偏向教育 技职国手们为偏向万里区的大鹏国小 打造一个复合式 艺文教学展演货柜 希望透过技职国手 获释学生的力量 应用技能与社会对话 让资源缺乏的偏向在不同领域的技能 国手协助之下 带入不同的技能视野发挥技能的价值 昨天在市长周一轮的见证之下 大鹏国小与国际技能发展协会签订合作意向书 要透过多元的技能翻转偏向的教育 Kills4U就是结合一些年轻的朋友 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国手 这些技职国手都非常的优秀 来带动我们这些高职生 来改造校园 未来改造社区 等于是这些国手把技艺传承下去 同时也引发我们很多的年轻的朋友 大家对技职的兴趣 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最重要有一技之长 我们重视技职 让台湾的技职能够重新发光 国际技能发展协会要颠覆技职教育 给人的刻板印象 在复合式艺文教学展演货柜中 展示了不同领域技职国手的创作 从桥面大理石油七彩绘 到用汽车板金打造的万里蟹装饰 样样作品都令人感到惊艳 那我想最后就是让社会看见这个技能 除了赚钱以外 它可以作为一个更高附加价值的一个过程 就是说一般我们看到偏乡 我们都会想到花莲台东 但其实像城乡差距大 比如说新北市 其实有很多它不一定在极端的三区 但它也不在市区 像大鹏国小这样 其实这样的学校更需要被关注 跟社会资源的投入 我想这个偏乡会是 大家下一步需要去关心的地方 国际技能发展协会结合了 历届技职国手成立 Skill4U团队 期待要透过用技能与社会对话的理念 协助社区或是校园结合技职 能够解决问题或是发展出不一样的特色 也期待透过大鹏国小签订的合作意乡书 建立双方永续合作 让偏乡教育孩子 拥有不一样的技职学习 记者道平函万里采访报道 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万里小小主播新闻 我是砍角国小同学罗浩勋 侯友宜发表第四场行动证件 未来除了要让返乡的青农协助社区营造 还有农友最关心的产销议题 侯友宜也进一步提出以APP连接生产端与消费端 协助农民减少农产品的转销成本 近年来多有青年返乡就业 不过若是家乡没有好的经济环境 依旧是留不住青年人口 为了要为返乡的青年加油 今天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来到金山一处 青年返乡耕耘的地瓜园中 体验挖地瓜 烤地瓜 还有吃地瓜 现场也进行行动政策的发表 要为新北市的返乡青年来应援 所以鼓励吃当地吃在地的 增加这个在地的这个消购 那在都市就要帮助边乡的 这些渔民农民 那我们像再加入要加入农屋市局 像新北市这个四号公园 中和的四号公园 以及我们板桥的万平公园 很多都在驾入的时候是人潮非常多 我们在那边推出驾入农屋市局 让在地的产品就可以直接到处贵市来 直接卖给我们的消费者 现场还可以见到同样是年轻人的市议员 参选人廖先祥一起蹲在地瓜土窑旁 体验古早挖地瓜烤地瓜的过程 廖先祥表示 看着北海岸地区许多的返乡青年 跟自己一样为了乡土更好在努力 说什么也要促成这场的应援 帮助青农把辛苦中的地瓜卖出去 我们当然是看到年轻人愿意回来 这个辛苦的农作非常的辛苦 那我们也都非常的感动 那愿意一同来洗手 来改造我们地方的农业创生 今天邀请到我们侯夫市长 来市长来体验一下 看我们的青年创业的朋友 有什么地方是我们政府能够协助的地方 然后请我们的侯市长将来 如果说有机会 来为我们地方农民服务的话 那他有经过今天的一番体验了之后 相信他将来所推出的政策 会会更符合我们在地民众的需求 智慧APP的平台管理 把生产的地方跟消费地方 如何做连结 那政府找到更优质的宅配的工夫 来减少这一段的管销费用 会直接到消费者 这都是我们要做的 所以今天我特别提出来 不管是在地 地方的创作是我们最重要 结合观光 来结合在地的 生产的 这些农产品 来促成我们 年轻人回到在地 来改变我们 在地的生态 在行动政策发表会上 侯友宜提出 让农业结合地方观光 一并行销 让民众到产地观光休闲 并采购当地新鲜的农特产 并且也要与行动APP连结 产地资讯 甚至是直接购买 减少农民的转销成本 也要鼓励民众吃当地 吃在地 让生态永续 也给予为乡土友善 耕耘的农友 最实质的帮助 记者廖平函 金山采访报导 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万里小小主播新闻 我是砍角国小同学江瑞阳 这个月的豪大雨 让万里山区福德坑409号旁的道路 随着边坡摊邦一起滑落 目前已先行围起围离并固定 而市议员廖正良 也到现场关心工程进度 要尽快还给居民安全的居住 与通行环境 本月八日一场豪大雨 在万里山区降下 而隔天九号上午 让福德坑409号旁的道路 有一半随着边坡摊邦就一起滑落 而随即市长以及市议员 都到现场关心 并督促相关单位 要进场抢栽附建 不到一周的时间 已经打好了钢板边桩 让道路不至于再探访他线 其实当天里长就来了 当天里长就来了 第二天好像是就 就议员就到了 议员跟区厂就到了 区厂也是亲自的 就很快的来关心 是这样的 然后隔天就第一个 就开始就有在 就安全的部分就开始在 危机的处理就马上做了 那后方这边呢 坍塌一半的一个路基 那我们市长第二天当天还是災情的当天 就特别指示我们事务相关单位 我们养工之道之后呢 我们之后呢第二天 災后的第二天 议员跟我就本身就来了 就马上请我们养工处进来协助 进来协助之后呢 我们基民发现了啊 这个怎么抢灾的附件工程 是非常快速跟迅速的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后面的整个钢板桩 还有我们整个钢柜桩都已经打好了 最后的抢灾附件工程呢 我们就会尽速 在天气天后好的时候呢 赶快打打好基础 那我们这基民在这个安全无一的一个环境 来做好复建工程 实际的到现场 补油铺面下是掏空的路基 而一旁边坡上还可以见到滑落的道路路面 画着道路边线 而只剩下一半的道路边缘 已经围上了围离 工人也进场复建中 市议员廖正良更是再次来到现场 关心工程进度 那里长跟我提报之后 我跟里长就到现场来看 跟气长到现场来回看之后 那我们把这个信息传给我们的新北市政府养工处 那隔天或第三天就来把案件措施 包括钢板砖给把它打了 把这个案件的措施先把它做好之后 那这几天我们的公公司就会来到现场来设计规划 我想这很快就来把它施作完成 市议员廖正良表示 接到里长通报后到现场了解状况 也随即请养工处前来处理 不到三天的日子就打上了钢板庄 未来几天也会请顾问公司进场设计规划 要尽快将滑落的路面修复 还给居民行的安全 记者老平安万里采访报导 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万里小小主播新闻 我是坎教国小同学张沛 这个月的豪大雨在万里区造成多数吸水暴涨 而马树溪中浮桥段 有护岸滔工以及土石滑落溪床的状况发生 市议员廖正良到现场会堪 希望可以尽快改善 还给地方居民安全的住家环境 上周好大雨在万里区降下600毫米以上的雨量 造成多数吸水暴涨 而在马树溪中浮桥段靠近自来水场 有护岸滔工以及土石滑落溪床的情形发生 担心下次大雨会再滔工更严重 今天市议员廖正良也来到现场会堪 希望可以尽快改善 让居民住得更加安心 在9月8号的晚上 有一阵市议量非常的大 把这个马树溪的这个提防都快议题了 那隔天我们就跟七长还有我们的里长到现场来会堪 那事态还好 那很多水都倒灌机去了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我们的相关到内 包括公所七长里长还有我们的水利局到现场来会堪 我尽快来把他这个该补墙的补墙 还有这个石合法的地方 这个倒灌的地方我们请水利局来装设石合法 可以见到不只是掏空还有户岸上民宅下方 有排水口是日常居民降雨或是生活排水使用 没想到溪水暴涨这个排水口反倒变成溪水的入口 倒灌让民家淹水将近50公分 为此市议员也要求水利局要在一个月内 于排水口前加装移动式的舍发 避免溪水倒灌再次发生 之前我们助力人市场亲自到这边来寻灾 那特别只是要求我们市府相关集市 那公所一定要全力配合 所以今天我们又请到我们廖言他要特别来关心 给我们协助 那现场呢已经刚刚也有提到三个结论 针对我们旁边会侵入民宅有两个地区 一个是桥后端的我们会做舍龙 那这个可能要拜托我们水利局来做 另外那个后桥前端的那个也有部分的一个 附廊跟堤房没有做 我们会报抢灾跟附件来请水利局来协助 那右边我们看到那个缺口的部分呢 一样提报抢灾协助 这个自来水的前方有个边坡 也有这个崩塌的情形 还有这个冲户桥的下方 还有一个一部分的堤房高度 不过水都冲到这个民宅进去了 所以我们请水利局尽快来施作 另外在中幅桥林一段靠近下游 溪水左岸的家户 有一段户案还没施作 因此市议员也要求水利局要将掏空补墙 一并将左岸的户案施作 让溪案变得更加的稳固 借此也要还给地方的居民安全的住家环境 记者大品汉万里采访报导 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万里小小主播新闻 我是看脚国小同学林静燕 21日一早在核二厂外 由核电厂与万里区公所 一起集合民众与核电厂员工 要准备来清洁核二厂行的沙滩 核电厂今年还与董事基金会合作 要以减时的漂流垃圾为数量来做工艺 今天是台电公司的联合净滩日 全台湾共有14个巨店以及24个团体一同来响应 一早在核二厂外由核电厂与万里区公所 一起集合民众与电厂的员工 要准备来清洁核二厂出水口旁的沙滩 希望中秋佳节前将地球环保清洁 而核电厂今年还与董事基金会合作 以减时漂流垃圾数量来做工艺 我们有14个地区包括里岛同步净滩 那一共有24个单位来参与 8000多个员工跟相亲共同来净滩 净滩有三个意义 第一就是我们把海边清净干净 对中秋节赏月来讲的话绝对是一个好事 第二的话台电跟董事基金会有一个合作 每减11公斤的垃圾 台电的话就捐出10元 那让基金会可以协助儿童跟青少年 第三个意义就是我们借这个教育 大家要少用垃圾 少用这个制造垃圾 而且我们要资源回收 台电公司副总表示 今天全台共有14处统一时间一起进摊 光是台电的员工就有8000多人一起响应 很感谢在合二厂有万里区公所 全区各里以及社区民众 全都为了地球环保而努力 另外万里区长也呼吁不仅是要爱地球环保 也要珍惜能源 然后这个地点又是在合二厂的出海口 所以让我们访思一个能源的要是要珍惜 要懂得喜福 要爱惜我们这个在地的环境资源 那里面在今天这样子的部分呢 我想最主要是要感谢台电 还有感谢所有的里长 他们发动所有的里民跟志工 爱护自己的乡度 那每年都会有很多的经滩来这边 我们北海市风景是非常漂亮的 现在是万里区又到了 然后中秋的一个佳节 我想台电的也是很中秋节在地的环境 我希望说这样子的部分呢 能够提供给大家一个中秋散业 来万里区的时候一个美丽的海景 今天在各个礼办公室 以及各社区发展协会的号召之下 联合电厂的员工现场就有将近上千人 一起走下沙滩 拿起长颊垃圾袋 很快的就把沙滩垃圾剪出好几袋 而公所与电厂也希望今天的活动 可以唤起大众对于珍爱能源 与环境保护的意识 共同来维护海洋清洁零垃圾 记者赖平函万里采访报道 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万里小小主播新闻 我是堪教国小同学黄泽恩 每年农历八月开始 就是金山地区连串的 谢平安绕境活动开始 三界谈生的工业 进行为期三天的祭拜祈福仪式 金山区区长也特别来 参拜祈福 感谢三观大帝整年来的帮忙 农历七月一号已过 金山区便开始一连串的 谢平安绕境活动 特别选在万物丰收的季节 迎接神明到各个庄头来绕境 这家户户都会在家门前摆案头祭拜 感谢神明的庇佑 而今天是农历八月初三 远到庄头大庙三界谈 盛德宫进行为期三天的祭拜祈福仪式 谢平安的开始也正好是一年一度的热闹公庆 一早就开始绕境走遍全金山为各个庄头 喜安祈福还有来自中南部的有公有妙言一起来 选尊之多 场面相当盛大 今天我们金山圣德宫 是我们玉皇大帝的圣诞千千 那现场热闹非凡 那现场也来了许多的 有公 许多都从中南部上来一起共襄盛举 要祈求我们的金山地区 我们的台湾都能奉调与顺 国泰民安 另外金山区长也来参与社会表示 去年六二大雨袭击 在一年内能够快速的复建完成 仰赖盛德宫三官大帝的庇佑 还有区内各个大小活动 为求顺利平安 也都会到盛德宫祭拜祈福 一年一度的谢平安活动开始 要来感谢三官大帝的庇佑 让金山风调与顺 敬畏平安 谢谢廖平函 金山采访报道 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万里小小主播新闻 我是坎角国小同学廖茂成 农历七月许多公庙 在庆站中原普渡后 会有许多祭品物资 三门同修会 就会把普渡贡品捐出 并且请议员廖正良服务处 协助分送 送到轰内派出所食物银行 也送到各官怀户所中 一大早将这一袋袋 已经分装好的生活物资 现在送到轰内派出所食物银行 并且将转送给需要的人手上 中原普渡公庙的祭品很多 三门同修会连续三年 请议员廖正良服务处协助 发送爱情 好那今年也是我们这个三门共雄 跟我们一起合作 这个合作的第三年 感谢他们长期以来 都非常关心地方一些 生活比较辛苦的一些好朋友 这次将普渡物资分为50多代 打开里头都是生活上用得到的物资 有白米面条油罐头等等 接着也和食物银行一行人直接送到 关怀户的手上 也顺便关心他们的生活状况 最近因为许多的公庙都在 现在在普渡中原节 所以物资比较多 但是因为可能又使用不完 所以就会请我们服务处 帮忙转接一些团体或者是 关怀户能够让大家一起来用 也不要浪费食物 那这一次我们很感谢三门共修 提供了我们50多份的贡品 让我们的食物银行 能够关怀我们的一些 平常过得比较辛苦的一些民众 三门同修会轰内食物银行 是一员廖建良服务处 一起做爱心 先到大同路老先生的家 家里没有屋顶生活困苦 所以也送上生活物资 让他们感受到社会满满的温暖 嘉诚慧玲细子采访报道 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万里小小主播新闻 我是砍角国小同学蔡新颖 此期日是大瓶国小采收地瓜的日子 学生从种下除草到采收都殷勤照顾 不仅如此 在下个月的小农夫市集中 孩子们将会带着自己种的地瓜 到摊位上贩售 未毕业旅行筹备旅费 万里大瓶国小是食农教育特色学校 透过生态与食农教育的过程中 让孩子学习万物生长的定律与时序 更加也体会农作物的耕作与生态永续 环境保护等等观念息息相关 而今天是大瓶国小采收地瓜的日子 学生直说种下除草到采收都殷勤照顾 如今收成也是相当有成就感 什么天气你都要适应 就像夏天大炎热的太阳 然后照射着你 你就会很热很热 然后冬天又发冷 又冷到快不行了 然后你又得从家里出门 你就会很辛苦 然后等到采收的最后一天 你会觉得非常的很有成就感 因为你这样照顾下来 就是你什么都是度过 你的难关都度过了 所以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因为这是自己种的 不像可能你去外面啊 去菜市场啊 我买了一株 我回家就可以吃了 但是如果你是自己种的话 你就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因为别的学校是学不到这些知识的 别的学校只能学到一般课本里面的知识 但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学到生态的知识 然后还可以种地瓜和拔地瓜 而且在拔地瓜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棒 因为你一开始把它种下去的时候 然后到最后收成的时候把它拔起来 你的感觉会是很不一样的 对我们就是我们会小朋友 我们自己做一些地瓜的美食 然后在小农夫市集的时候 我们跟人家去卖 然后抽我们的婢履钱 我们这次婢履是准备要去高雄 去眺望高雄的美景 在老师的指导之下 学生认识台农57号红地瓜 与66号红地瓜的差异 最后双手不戴手套直接触摸泥土 将自己种向的地瓜轻轻挖出 大丰收结球累累的地瓜串 未来不但可以变化全不同的料理 还可以透过下个月的小农夫市集 意卖来筹备旅费 那我们种了金山地瓜之后 我们来进行这个食农教育 那我们同时也参加了新北市的小农夫市集 那大家我们让我们小朋友在这个筹措这个毕举的基金 让小朋友可以自食其力 那我们平常也利用这个综合领域来进行教学 我们进行跨域的教学 让学生学到更多的其他的知识也能够应用 同时也在日常生活当中应用出来 让我们学生能够知福喜福能够感恩 大平国小已发展在地特产地瓜为特色课程 不仅是种植 校园内还有多处地瓜异象 地瓜造型材料 可以烤面包与披萨 而孩子们透过地瓜不但认识生态 还可以筹备壁铝费用 另外有别于其他学校的特色课程 大平国小学童对于食农教育的喜爱与认同 也培养出自信心 让大平的孩子以家乡为荣 以友善大地永续生态为骄傲 记者大平函万里采访报道 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万里小小主播新闻 我是坎角国校同学梁云昕 每年八九月是金针花盛开的时候 现在细子也看得到 位在于细平山区的武东山慈圣宫 整个山坡开满了金针花真的好美 另外灯高望远可以看到大海 一边赏画一边欣赏美丽风景 一塌上位于武东山慈圣宫旁的阶梯步道 满山的金针花坦印入延连 从上个月就开始盛开的金针花 从路口处路边一直到宫庙旁的步道山坡 一片黄澄澄的金针花 吸引不少人造访 所以预料这两夫处也特别向乡亲推荐这个好地方 希望将细致的好山好水让更多人知道 看到大家在我们的不管是脸书还是IG都会po一些金针花界的照片 都跑到花莲或宜蘭去找一个金针花海拍 其实许多人都不知道 其实我们戏指的武东山慈圣宫这边 就是我们戏指区湖湖伦路的山上 其实也有一大片的金针花花海 十字附近几乎都没有金针灰海 在这里金针灰海可以披免花莲六十蛋山的灰海 欢迎大家附近的人都可以小酒来吃 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环境 这边每次金针花开的时候 那个吸得很多人 那个乡客都会来看金针花 我们武东山慈圣宫这边金针花 比花莲依然的开得比较漂亮比较大 这几年武东山慈圣宫的金针花山花越种越多 也让民众赏花更有看头 金针花海把山头点缀的美不生收 值得一提的是 未处西平山区这里灯高望远的美景 更是不能错过 而这一大片金针花要照顾可不容易 除了这位苏妈妈每天清晨四点就开始除草 志工们也努力照料 看到花开得这么美 还有游客变多就觉得很开心 照顾金针灯就烫到晚了 早上四点就起来 早上好就开始烫 早上烫 这边也很多人来 看很多人来是不是很高兴呢 因为武东山在我们戏指高山上面 那所以这边的空气非常的清新 风景非常的优美 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休闲的去处 那同时也要感谢我们这个武东山的志工 这边有金针花种了很多 也有那个樱花 有很多花 风景真的很棒 都有这个花 我们有一个苏妈妈在照顾 也有一些志工在照顾 所以开得都特别漂亮 现在金针花开是进入尾声 也欢迎大家抓紧时间来赏花 这层慧玲细子采访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万里小小主播新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